如果妳說要找我跟我一起三皮 那OK 這就是三皮而已 什麼理由啊 我跟你三皮 妳要送我七碗桃 先買就好了啊 我是蕾拉 I'm蕾拉 歡迎收看 我是蕾拉 I'm蕾拉 今天要來拍一個特別的禮物開箱 大家一定不知道 我今天到底要開什麼禮物吧 那我們前進提要一下 欸解釋一下 因為我最近想買一個香奈兒的包包 價值10萬多元 然後因為附陣老闆在下方留言說 老闆買給你 那為了確保 公平公正公開 我們決定打電話給老闆 問老闆請問您說的是真的嗎 然後錄影城鎮 如果他真的買的話 我就拍片把這影片釋出 然後他就不能不買啊 看看這褲嘴影 欸喂 欸蕾拉 你在哪裡 這裡西里啊 什麼東西啦 我問你喔 你說要買香奈兒的包包給我是真的嗎 沒有隨便這樣講了 喔 笑屁喔 因為我在拍影片 結果你直接拒絕我 你PO三張 有一張我是覺得 應該OK 馬來包比較便宜吧 所以你馬來包送我 我買可以拍一支影片 要買嗎 我好像很虧耶 欸 我算是全公司最賺錢的女藝人喔 這個買多少錢 馬鞍包我看到 二手的七萬多 原價十萬 那你現在有在錄影嗎 對 你跑了二手喔 靠腰 哈哈哈 你 有什麼相機錄 我直接用iPhone 那這樣會不會畫質不好 不會不會 iPhone 11 你 了解 我跟你說 送你一定要有個秘密 我剛剛就在想著念事 名牧 我上個月賺六十萬耶 不是 沒有 類似說 欸 你生日會送我生日禮物 如果你說要找我跟我一起3P 那OK 就是 這就是3P 什麼理由啊 我跟你3P 你要送我七萬多 就買就好了啊 我的意願啊 你現在跟鏡頭說 你願意3P 我跟我送 但可能實際上 我們不用3P 好啊 我跟你3P啊 好啊 我跟你3P啊 好啊 我跟你3P啊 影片純正的部分 那你要送我七萬多的包包嗎 我當然願意送你啊 你是因為聽到我說可以3P吧 你笑講很久了 真的 是你在打造的形象 那所以到底怎麼解決 怎麼解決 你去買完再跟我說啊 我現在給鏡頭看 來 七萬五哦 有沒有看到 鏡犬心如細圖 寄送包含盒子 防塵帶斷帶無收據 但有禮物正本 勾證七萬五哦 好 所以呢 所以賄錢過來啊 哈哈哈哈 老闆 原來你知道 我最近花很多錢 所以呢 重點是 我最近玩了很多張張包 但是公司 最賺錢的女演 是應該要給她一些加減 耶~~~ 這樣大家也會覺得 我是個好老闆 你本來就是一個好老闆 我是嗎 對 你送了會更好 好 好爽哦 好開心哦 好開心哦 怎麼還要不要閃屁啊 哈哈哈哈 沒有啦 開玩笑啦 哈哈哈哈 會覺得我很變態 哈哈哈哈 替你嚴正聲明 酷炫從來沒有 遣歸任何旗下的女藝人 這個話我不敢說耶 蛤? 你不敢 蛤? 沒有啦 等到下面刷 100留言說我是好老闆 下面留言刷起來 因為 你有幫公司賺錢 我當然覺得OK 可是如果今天可能是別人跟我要包包 我會很思考一下 這句話在引說誰 好 建議可以到這邊結束 哈哈 欸 還沒結束 大家都記得看我開箱這個包包 臭包禮物 啊~~~ 噔 相信大家都已經知道這一包禮物是什麼東西啦 噢 我現在非常的緊張 我還想到 我真的來了 這個特別的時刻一定要拍個片 記錄一下 我老闆對我的愛 愛你哦 現在跟大家mr我一下 其實我最近做了很多很任性的行為 像酷症 頭很痛 但他都是一直無條件的包容我 這讓我覺得非常的感動 我最近一直有那種 天啊 我真的好幸福好幸福好幸福的感覺 跟過去的我相比下來 我會覺得現在的我真的是要非常的知足跟珍惜 所以每次酷症在對我好 或是公司的人 像是小光啊 天天啊 所有人在對我好 所以我都會覺得 天啊 我這一切都好像在做夢一樣 感性一下 順便跟酷症道個歉 我最近做了很多讓你不開心的事情 然後你可能給我這麼好 好愧疚 我們現在不太能太大聲 因為酷症其實還在睡 你知道嗎 你有看到DIO嗎 好 那一家有說 因為他發現我是雷拉 他就說 他原本沒有副紙袋 那他送了一個 限量版的紙袋 我們現在只看到了袋子 給大家看一下 哇 這就連袋子都要很精緻耶 果然是銀牌 好 繼續開 他真的包得很細耶 我已經猜了不知道是幾層了 啊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很棒耶 啊啊 我看了很多黃美開箱 他們都會這樣很細膩的 好拉開來 嗯 你們要跟我一起 見真正幸福的時刻 因為沒有人送過我包包 利潤男朋友都沒有 連我前夫也沒有 但是老闆真的送我一個包包 你知道嗎 那個心 算 你們不會懂 那我要開囉 3 2 1 結果裡面還有一個袋子 好沒錯 但是 我有去精品店買過小披甲 他們裡面都會放這種紙 上面都會噴很多他們櫃上的香水 你聞聞看 有嗎 很香 我是一個很粗魯的人 我通常都會直接抓掉 那我現在居然在緩緩的吃一趟 啊就先放旁邊 所以我們現在要來重頭戲了 哦我看到了啦 很興奮 哇 啊這就是現在非常流行的馬鞍包 好可愛喔 好可愛的啦 雖然說 有一個包包很開心 但是 因為我這個人比較實際面 真的是 給大家看一下他的容量 對 這就是他的容量 這體積非常的小 應該只能裝 手機 錢包 鑰匙 一些布裝的化妝品 大致上是這樣 他不太能裝很多東西 但我覺得因為我平常出門 也不太 不裝 這個包包對我來說 應該也會算蠻實用的啦 反正不管怎麼樣 我一定很常背他的老闆 按鈕 現在我們要來去試背看看 這是磁鐵嗎 哦 哦是耶 它這個是磁吸式的 其實我不知道怎麼背 它是這樣拿著嗎 它是可以背的嗎 反正不行耶 我們上網查一下 好的因為剛剛我查的資料 馬鞍包它是可以煎杯的 但是如果你想要撤杯的話 你可以自己到迪奧的櫃上 去購買他們的煎袋 因為畢竟還在水 真的想把它叫起來 讓它跟我見真正美好的時刻 所以剛剛起床了 他從房間走出來 就直直的走去梳妝台 他甚至沒有看到桌上 白卡的包包 我現在要拿著包包 過去找他 嗯 怎麼辦我們來吃見男主酒 親愛的老闆 早安喔 早安喔 對啊 超可愛的耶 超不錯的 雖然說不實用 但是很可愛 可是你不是一開始就知道了 我知道啊 不會啊 這可以放鑰匙錢包 這對我來說已經算OK了 只要能讓我放錢包手機鑰匙 化妝品就好了 這個很好看耶 對不對 超可愛的喔 然後因為它沒有附肩帶 所以我等一下要去搜狗買肩帶 因為它原本應該是這樣子搜的 所以如果買一個測杯 會比較符合我的個性 不錯耶 很浪漫 然後我剛剛有跟鏡頭說 覺得最近有點太幸福 甚至還做不對的事情的老闆不開心 最近大家都在留我不開心 不開心還要買包送員工 這老闆有點可憐 我跟鏡頭承諾不會乖乖 就繼續認真拍片 加油 會聽聽話 送包包就是要換包包 好 所以你知道要怎麼做了吧 最近影片又到這邊結束啦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不要忘記追蹤反顧以及哭泉老師的頻道喔 我是迪拉 我是迪拉 我們下次見 掰 欸但我覺得送這個OK 你看喔 從我送包包會發現 我是一個偏節儉的人 你那時候量三個包 我選最便宜的 因為另外兩個包 一個是12萬 一個是16萬 恩 謝謝老闆 耶 那個可以問一下 你今天為什麼好像沒什麼情緒嗎 就因為噴淺所以笑不太出來 好啊 好啦說好了三那個嗎 三 沒有啦開玩笑 三叉 我安排 三叉 三批喔 好啊 所以真的要三那個嗎 三批喔 沒有啦 講太多我不會想要做這種事啊 有點還沒找到啊 不好找你問一下你姐妹 學孫生講話 開玩笑的 好啊 drastically